来观战一下竹鹊四黑 遇到的是 这一个好像是国父S1的影视 哦他们不是四黑 因为这边上一把的前锋 换了那这是个两两黑 这边遇到的是加的双雄 也就还是四职业 但不是四黑 但不是四黑 这边的话上来打一刀娃 四人分摊 每人0.15 那其实还蛮尴尬的 追这个娃 这伤害你打的话 再补个红电 那就是每人0.3 补个蓝电 你打嘛 这独立伤害 打在娃娃上面 好像也挺亏的 你这追娃嘛 这刀打上去这娃也不倒 感觉上来追个娃 真的是挺难受的呀 两刀 就一个娃 吃三刀 还可以吧 我觉得 穷者这边能接受 如果这边再补个红电 这娃还不倒呢 这娃得吃四刀 算了算了算了 不跟你不跟娃玩了 确实这追这个娃 他再补个红电 又是四人分摊 这个娃都不倒的 一个娃娃吃四刀 这谁能忍得了 过来找到这边 承载 一个电 闪现一刀 想取消插刀 好的 这波的话 这一个伤害 不是一个三人分摊 这不是一个四人分摊 是个三人分摊 也就这0.2的伤害 刚好把戒尸的娃给带了 那这波机械师的娃 其实刚才这边囚图切 导致不是一个四人分摊 我觉得蛮亏的 因为本来这边娃娃 还能再扛那么一下呢 因为囚图这边切了以后 导致这边 球者这边的娃没了 这娃本来我觉得 留着 可能要比现在好一点吧 飞波定 一刀 飞轮 现在是一刀独立伤害 摊探员得倒 外面的人的状态 倒确实是 我太好啊 但是他们的机子 修得很快啊 地压室 大副这边的话 三人分摊是不会倒的 这个伤害是不会倒的 摇怀表 拖时间 嗯 这块怀表的话 我觉得 还可以 拖了一轮时间了 嗯 这里 想逼 哎 这边堆 追到大方 看探员这边应该是想逼什么呢 想逼这边的影视交电在他身上面 这样的话呢 队友就有办法来帮忙分摊了 但是如果说交红电的话呢 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囚徒他也会倒 那么交蓝电呢 当时这两个人都没有切电的CD 这波地压室 我觉得影视赚的盆满钵满啊 外面两台机子 看探员摇下来了 这能摇下来 带的是三摇吧 这边也是不能再追这个看探员了 他再追这个看探员 他得交电 要不然平地刀他拿不到 平地刀其实好像也可以 但是要交这个闪线 他不舍得交这个闪 切传送 过去外围打 但这个伤害有点 其实我觉得他刚才这边 切一个红电在看探员身上 然后通过这个红电 去把这囚徒抬了行不行 看探员这边走了 现在机械师过来 把这边大副救下来 穷者命马鸡的话 就剩下这边最最后一台了 我觉得穷者机会还是有啊 还是有 因为虽然说机子压住 但那机子差了没多少 然后呢 这边 这个囚徒 他现在是一挂 还是能撑比较多的时间 大副这边摇快快表 怎么地将人救下来吧 对不对 磁铁这边取消你的电 再补 这边的话飞轮躲掉这个电 这边人救下来 三个人强行 打一刀 插刀 哇 三个人 开探员这边吸 密码机亮 我的老天爷 这波打的是真的精彩啊 四个人在影视面前 强行的去 亮这个机子 一刀独立伤害 给我倒 开探员这边没有摸到门 也没办法切电 传送CD还有十多秒 我们看 他这边的门没有连吗 没有没有连的话 这边 现在补上了吗 这门好像连线 是不是晚了一点啊 门 补电 一刀 开探员导 解释这边先走 大副这边顶怀表 能够来救拨人 要不要救 还是说顶怀表走 顶怀表走就是个平局 顶怀表救人呐 没必要 他觉得没必要 因为顶怀表你救拨人 好像也不是能 走两个的吧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